拿起黑色的布曼自然光线透入窗外的绿意 云门舞集是舞者梦寐以求的表演舞台 现在他更希望成为文化传承的殿堂 那么今天有了云门巨城 我们就希望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性的活动 我想阅读带给我们一双翅膀 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人生 更大的世界 希望将文字的美带入生活之中 而作家蒋军以及秦慕容 从诗人亚闲的诗作看人生哲学 文学书写是艺术创作的最初 而蒋军朗读的是亚闲诗作深渊 对蒋军来说 诗作是他文学生涯和人生成长的养分 我觉得阅读是我跟我自己身体里面最深的 另外一个自己在对话 亚闲城说我们可能是尊敬文字的最后一代 对照现在网路手机时代 文字阅读更显重要 尊重文字本身其实是在享受 希望文学创作者在云门的舞台 也有安静的角落 创办人林怀明期待透过名家引领 导读大师著作 在剧场里也能看见阅读的力量 中天新闻做何岛